Leo 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殊的一個比賽 那這場比賽是 全部的玩家都沒有任何的隊伍 所以每一個文明都是互打的狀態 所以一開始是遊牧的狀態 大家都是村民在地圖上面四處亂跑 那一樣就是找到一個適合的定點 就可以蓋下自己的基地 然後開始發展自己的文明 那最特殊的地方呢 這個模式 由於是遊牧之外的屬性之外呢 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 世界奇觀勝利 你只要把一個單位在這個地方 一直有單位在這邊 別人就沒辦法侵佔你這個紀念碑 這個世界奇觀的一個位置的倒數時間 那只要守到最後一個 玩家呢 就可以獲得勝利 那就跟我們之前一樣 VIPER有跟其他的頂尖鋼手一起玩這個模式 難得一見 最後 現在又有出現了這個模式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模式呢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要搶到中間來 所以你在旁邊打來打去 就算你滅了好幾個 但是沒有搶賽中間這個地方 你可能還是會輸掉比賽的 所以中間搶這個紀念碑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先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文明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下方這個 橘色的是達魯皮圖 達魯皮圖的話 雨的部分可以有兩倍的 漁船的漁量載運量 所以他可以放到60漁 還是30漁 有點忘記了 但他的漁量是非常多的 每升個時代 木材也會多一點點 所以他這個木材的優勢 可以讓他多做一些漁船 或是多種一點點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就是他的戰毛兵跟馬 相公 攻擊速度超級快速的 再來就是他的烏之鋼 步兵可以讓這個 攻擊單位的時候 可以無視對方的防護力 所以打這個條盾 或是重中單位的時候 攻擊力超級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一個文明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這個蒙果 蒙果最大特色就是這個肉馬 血量非常多 再來就是打獵速度非常快速 吃這個野豬 還有這個羊 吃野豬 吃野豬的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在野木材 其實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你看這個 養的 跟這個豬肉 其實是蠻多的 所以蒙果可以一直不停去打獵 拿到更多的一個資源優勢 再來就是蒙果 還有這個最強的蒙果圖技 馬攻速度特別快速 所以到我大後期 蒙果算是一個非常難解的文明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紫色是我們的知名職業選手 Jordan Jordan這次選的是越南 越南最大特色是有這個帝王戰 在帝王時代之後再點一下這個精英罐 還是銀罐的樣子有點忘記了 那就可以砍這個木頭的時候會生產黃金 那這個生產黃金的速度 是跟這個聖物的速度差不多的 大概每20村 20個伐木工會產生一個聖物的速度 所以到了後期這個 越南 打到這個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可能會有一點好用一點 那除此之外 它的這個射箭場的單位 血量還是特別多 像是弓兵啊 或是帝王戰毛兵 血量多很多 不太會怕這個頭子車 一發打倒 除非對方是中頭或是重頭 才有可能一發可以打倒這些弓兵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這個最大特色是緬甸人 緬甸人最強是他的飛鏢騎兵 攻擊速度快 然後雖然命中率有點悲催 但是攻擊速度快 而且攻擊傷害也很高 很容易把對方騎士給打殘 那最大特色是緬甸的伐木速度 是遊戲裡面 數一數二快的 因為他是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跟這個法蘭克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 他這個步兵部分 攻擊也特別高 封建時代的時候開始 每個時代的時候 步兵攻擊都會加1 所以到了帝王時代他的疾兵 我記得好像是6攻 6加5嗎 有點忘記了 法蘭攻擊力有破到死 這個疾兵傷害非常高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青色 青色是薩拉森 薩拉森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4級買賣 非常的便宜 只有這5%成本而已 再來就是他的4級造價也很便宜 只有75木頭就可以造一個4級 那最大特色是他的工兵呢 打建築物的傷害非常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時候 一些薩拉森 帝王時代 直接手撕TC 沒有什麼問題 那最大特色是他的奴隸兵 這個非常強大 可以對抗對方的騎兵 非常好用 因為奴隸兵對馬的單位 攻擊力有外傷害之外 而且還有這個 大概3到4的射程 所以可以第一時間攻擊對手的遊俠 但是要擔心的事情是 如果被對手的遊俠貼上來 如果被包住的話 還是有可能變成55開 或是甚至被對手的馬給換掉 所以盡量如果玩薩拉森奴隸兵的話 要用這個射程優手 盡量去跟對方的馬做一個交換比較好 那除此之外 薩拉森的 駱駱駛血量也是遊戲裡面最多的 我記得可以到170滴血 駱駱駱駛血量 超級超級多的 這個重裝駱駱駱 好那我們就再來看下一個文明 下一個文明是紅色 紅色是這個條盾 條盾是有這個免費的草幽技術 而且還有單位所有的抗招想能力 是他的最大特色 再來就是他的步兵跟騎兵單位 近戰防禦力也是超級的高 再來就是他的農田 是全龍系裡面最便宜的農田文明 所以條盾在前期後期中期 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要他的最大問題就是這個 騎兵沒有跑速 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太大的弱點 那他的金罐呢 還是銀罐 有時候都會把金罐跟銀罐搞混 他的銀罐可以讓這個城堡射程 用的非常的遠 就是你的火炮 你的火炮沒有辦法直接砸城堡 就是讓條盾的防守來說是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用這個火炮去反制對手 所以條盾在防守來說 算是一屬一屬二厲害的一個文明 再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真的是最近很常出現 不論是團戰或是端挑 不知道為什麼 西班牙最近出場率特別的高 我覺得應該是不是下一次改版 有這個西班牙的消息 大家要再練這個西班牙 有可能 那西班牙的話 最大特色是這個 團隊的貿易速度 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打團戰是需要西班牙 這個是能理解的 那再來就是西班牙這個文明 最大特色是 建築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然後蓋城堡 或是打塔弓的時候 這個優勢都有一定的 再來就是他還有這個霸權能力 可以讓村民的血量高達80低血 然後村民攻擊力還可以到九攻 讓他的村民術有 稍微有點戰鬥力 血量也特別多 不容易被殺死 所以到了後期 西班牙的暴民的打法 也是要特別注意的 再來就是他的西班牙的征服者 是非常強大的 雖然雖然很強大 但是到了帝龍時代之後 大部分的西班牙的玩家 還說要轉出遊俠 欸這個為什麼我死了一村 再去死一村 所以西班牙的玩家 不能只依賴這個西班牙的征服者 還是要用一些這個 強大的遊俠 去做一個 主力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場的一個特殊的戰士吧 欸還有一個我沒介紹 這個灰色 灰色的話是這個印度 印度斯坦最大的特色是 有這個古拉姆 可以克制弓兵 那他的駱駝呢 又有帝王駱駝 可以克制遊俠 那步兵怎麼辦呢 那還有這個印度火衝 可以增加二射程 射程高達9的這個印度火衝 非常強勢 所以印度斯坦來說 沒什麼太大弱點 弱點就是沒黃金而已 因為我剛剛說的這些單位 都是需要吃到黃金的 如果一沒黃金之後 他打垃圾兵 就會比其他文明還不如 所以這個印度斯坦 是非常吃進的文明 千萬不要去想跟對方打垃圾兵 一打垃圾兵的話 印度斯坦的優勢 完全就被吃掉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中間這個 哇中間這個是怎樣 怎麼中間黑暗時代就開打了 哇這個打了有點久了 呵呵 我們這邊稍微巴苦一下 看一下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OK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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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打了有點久 哇欸他們打了很久欸 哇從AS蛋這邊 橘色 打5皮圖一開場 就那個棒棒跟Joan 來這邊爭奪經驗盃的部分 我們都要把它還是叫做這個世界習慣好了 講經驗盃好像也是怪怪的 好 研究的 直接三隻棒棒 來這邊讀口 想要來佔這個 中間的世界習慣的 使用權 那這邊只要搶下來之後 時間就可以開始倒數了 可惜這個 可惜這個觀戰模擬器 是沒辦法看到這個 世界習慣倒數時間的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大概還要多久 才會拿到勝利 但我應該是覺得是蠻久的 然後每換一個人之後 好像還在多撐個20年吧 他可以再繼續拿到勝利 所以這個不能一死的防守 然後最後一瞬間我去搶下來 沒有這個回事 你搶下來之後還要再等20年 才會獲得你的勝利 但Joan一開始就來搶 我覺得有點意外 他可能是想要學viper 但之前viper是直接把這個世界習慣給圍起來 但這個地圖是沒有辦法圍死的 因為這個地方跟那個石頭路 這個邊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他建築物只能蓋這種邊邊角角 好 那WP圖下面也是這個地方 那這邊 哇 這邊 Jordan想要再蓋第二個軍營 直接棒棒一直開打 已經開始有人上到封建時代了 但中間這邊還在繼續開戰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Jordan這邊步兵數量有點慘 WP圖這邊的步兵速度數量非常多 好 這邊拉幾村到前線 但是 這意義不明 他沒到封建時代 也不能插塔 這邊 不太懂是要來幹嘛 結果又拉村民回去了 我們應該是拉錯了 不然這個拉村民 開開時代也沒辦法做任何事情 好 那就在這邊 可能要趕快上到封建時代會比較好 落量可能會有點缺 因為他前面出了暗路太多棒棒 好 那達魯P圖這邊 家裡 沒有再繼續安棒棒 但是Jordan這邊一直有在生產 這邊軍營裡面還有很多的民兵 好 民兵這邊稍微再繞一下 好 這邊民兵出來 又來開戰了嗎 好 這邊做個包夾 兩邊包夾起來 Jordan右邊的棒棒數量只有四隻 後面有五隻的數量 但是這後面只能兩隻單位做個互打 右邊數量直接被碾壓了過去 右邊的民兵直接就全部被吃掉 這邊讀口戰術包抄戰術宣告失敗 哇 Jordan這邊實在是有點慘烈 沒想到這邊沒有先等上裝甲之後再打 他這邊有點太硬料了 硬料用這個民兵打 但是對手 這位 LACL 這位應該是戰隊名稱喔 居然用這個窄口方式去跟對方換民兵 相當精銳 懂這個觀念 窄口就是有優勢的 好 Jordan這邊一直拿不下 這個世界習慣的一個 控制權 現在有點苦惱 這邊可能還是要等到封建時代之後 才會比較大的轉變 這邊就稍微加速一下 好 這邊Jordan也開始去挖到金礦了 金礦開始挖 好 好 那只剩下 Jordan跟達魯皮圖 這兩個顏色還在黑暗時代 其他人都到城堡時代 你們兩個還在黑暗時代啊 這個真的是打太久了 好 這邊 又再按民兵了 好 又再按了 好 民兵繼續按 好 不死心 好 Jordan這邊 封建時代 還沒有點 好 已經點了 好 已經升好了 好 這邊按下中拿步兵升級 但是後方已經有人來攪局 好 那紅色調整 調整這邊我們蓋了幾艘戰船 也想要來控制這個 世界奇觀的一個控制權 好 那現在戰船是 最強大的單位在中間這裡 這邊要小心一點 不能被射到 要一直控一下 好 中拿步兵走過來 這邊要打算要上了吧 好 這邊看到對手 欸 吸鬧一下 好的 先砍死一隻步兵 三隻裝甲過來 這邊只能被迫往前嗎 如果你往上的話 就有戰船 會被輸出 完蛋 往上走直接被射死 完蛋 哇 直接擺給 往上走什麼都沒有 好 下來又有這個 Jordan的步兵 直接奪取 OK Jordan拿下來世界奇觀的一個控制權 那這邊有顯示 還需要290年 哇 290年大約就是 還要多久啊 反正還是很久 呵呵 至少 至少 至少還要30分鐘的概念吧 那這邊要怎麼守下來就是個重點 好 那這邊 灰色 達魯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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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打快攻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經濟很慘 民兵窮被收掉了 好 那這邊對手 印度斯坦 準備直接來塔攻 那還派了一些刺頭進來直接硬砍 我要在這邊第一時間收村 好 印度斯坦只能配多撤退 但這個劍塔有點煩喔 已經鎖到了這個TC的出身的位置 好 那這三片農鐵也沒辦法正常的挖 這個時候也可能也有點危險 好 這裡要去拆劍塔的話也不太可能 因為這裡有三隻刺頭會做一個輸出 你的民兵可能會死傷會非常慘重 所以這邊感覺是不太好打的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上面這裡喔 上面這邊是 緬甸 跟這個 青色 這個薩拉拉森 薩拉拉森要出奴隸兵啊 但是這邊一樣 我們依舊沒辦法完全為首 還是會有個宅客 這邊 緬甸是沒有在裡 對手的意思 直接4TC開農 一隻兵都不出 我就是農 好 也不怕你奴隸兵來 好 那其他的一個狀況都比較正常一點 好 綠色在右邊 蓋了一棟城堡 想要來威嚇右邊條盾人喔 那條盾這邊 要遇到的是西班征服者 西班征服者是非常難產的一個單位 如果利用自己的條盾騎士去打的話 絕對會出事情 好 可能是圍個大石牆 然後再上個森旅喔 來防守 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 那這邊條盾要去想辦法 守住會比較好 好 條盾這邊想要去拿到控制拳 但是Jordan的步兵在這裡 沒辦法拿到第一時間的一個控制拳的動作 但這邊想要蓋城堡 條盾這邊蓋城堡進去之後 哇 Jordan沒有看到 對手來蓋城堡 尷尬 如果這邊有抓到的話 應該會蠻賺的 好 Jordan這邊也是忙著在把自己的經濟搞小 二提斯也開一下了 那右邊這邊有人在撿遺跡 聖旅 這邊就能直接拉兩村去要來扁對手的聖旅 這個最美意吧 直接把聖物丟下來 然後用聖旅來招搶對方的村民 你要不要信教啊 哇 差點就信教了 好 我們來回到下面這個地方 哇 下面這邊 印度斯坦準備要來接面橘色達魯P2了 達魯P2前面出了太多的民兵 現在到處都被封鎖 雙TC就算開一下 被這個清理兵一砍是會損失慘重 哇 對手印度斯坦 只要一直用這樣一直來回 就可以讓達魯P2的經濟影響到非常的遠身喔 這個經濟一直被控到 左邊這邊 蒙果 蒙果發展還蠻不錯的 野味一直有在吃的樣子 然後TC也越開越多 發展也算是蠻順利的 那這位槍最順利的話應該是緬甸喔 緬甸感覺是很有可能拿下最後勝利的玩家 因為Jodan現在3TC才剛開下而已 村民術明顯路後很多 只有38吋而已 但最慘的是這位達魯P2玩家 現在只剩個七村 然後印度斯坦在猛攻他 現在印度斯坦的想法應該就是 先把達魯P2給滅掉 把他中間已經浪費這麼多緬兵的資源 滅掉他之後就可以 享有這座島的一個優勢喔 一三不容二火 就是這麼一回事喔 好 橘色這邊 臨死之前還在繼續照這個戳戳 斗力在前線想要來佔世界習慣喔 但是家裡已經快要BBQ了 怎麼辦呢 家裡反而一個均勻都沒有 要來擋這些輕奇病也是屬實困難 而且再來就是現在還有這個投資車的關係 PC基本上已經守不太住了 這邊可能要趕快挖出一棟城堡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城堡石頭被封住 所以現在石頭也挖不到 這邊只能遠距離喔 找礦區去採礦會比較好 好 右邊西方的這部手直接大舉入侵 條頓臨地 條頓現在地上有非常多的這個村民屍體 那我最近裝了一個 血腥模組喔 但是那個血腥模組在這個模擬器裡面 是沒辦法正常顯示的喔 那我又裝了另外一個 那這個模組的話依舊也是沒辦法 顯示這個血腥模組 好像是因為什麼歐歐某都沒條規之類的吧 不能讓遊戲太血腥了 所以這個模組也沒辦法 讓它變得 比較能使用 所以一些血腥的部分都被不見了 但是好處就是 屍體會保留比較久一點喔 我就知道那邊出事了 那對我們來說 關戰也是好一點的 那目前看起來大家都在 都在開農 你鬥我鬥的一個狀況 但是還沒有一個 終極滅國戰術還沒出現 這邊要想來應該城堡 這個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感覺有點危險 這邊大量清洗兵過來 直接開打村民 但是有急 長槍兵過去 直接被 直接被頭子車給砸光 哇 這邊直接死了三隻村民 但城堡快蓋好了 這邊趕快撤退 不然頭子車會被全部射爆 哇 這邊撤退時間蠻好的 一隻騎士 唉唷 死了 死了一隻清洗兵而已 但是最重要的頭子車都還在 好 那目前看起來大家都打得差不多 中間目前這個地方 西班牙也蓋了一座城堡 想要來爭奪一下世界習慣的一個控制拳 但目前控制拳是回到了條盾身上的 那條盾加力其實有點死傷慘重喔 地上都有差的寸 倒在地上的一個畫面喔 那西班牙政府的確實是很難擋的 數量一多起來 你出騎士也打不太贏喔 出攻兵的話 也算是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並沒有特別的強勢喔 那西班牙政府的最強的地方還是打帶跑 那西班牙政府的這邊 這邊是不是在 風街 回到家逛一下 又走了出去 好 這邊那個TC 快被 快被射掉了 好 緬甸這邊開始轉出了自己的飛鏢騎兵喔 飛鏢騎兵 打什麼都很強 而且打奴隸兵也蠻不錯的 傷害也很高 基本上飛鏢騎兵跟奴隸兵是互相counter的 但是飛鏢騎兵更算一籌 因為飛鏢騎兵的射程更遠 而且攻擊速度更快 所以奴隸兵就顯得很尷尬 這個單位就顯得有點不香了 本來打騎兵很像的東西 像打飛鏢騎兵整個都不香了 會很麻煩 不過他現在出飛鏢騎兵會很難打 但如果不出奴隸兵的話會很難打 但如果他出弓兵的話 要農出大量的兵喔 然後去跟對方對射 但是現在緬甸人又有個buff 這個安息人戰術飛鏢騎兵可以吃到了 所以抗箭矢能力又變得更好一點 所以薩拉森這邊屬石真的是有點難打 哇這邊還被蓋城堡 左邊這邊大量存民直接被射死 家裡收到院生物居然沒有放進去 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可能是想要來搬生物 現在有一開始往右邊移民的一個政策 家裡並沒有太多的單位 只有城堡在做爭取實踐動作 城堡移爆了 奴隸兵直接跑出來 但這邊已經開始在搬家了 在渡海移民在拿遺跡了 果然是這樣子喔 果然把生物拿回去 但是緬甸這邊也是偷偷在右邊蓋了一個TC 想要把右邊這裡做無人島拿下來 但蘇姿右邊殺神早就已經先行搬過來了 這邊這個島 一個島只能容下一個文明 一個島兩個文明就會像下面這樣子喔 直接打起來 哇這邊趕盡殺絕阿 下面這個TC也被拆掉了 這邊橘色只能依靠著一個城堡 加一個TC還有一個麻木場存活 哇印度斯坦真的是要趕盡殺絕阿 那條盾這邊目前看起來狀況還算可以 有點呼吸了 這邊城堡一蓋好 西邦中部者也是倒了一些 那中間的位置這邊 西邦中部者直接無形開瓶 倒地非常多村民 但是條盾這時候還沒有發現自己村民被瓶了這麼多隻 哇 倒光 那來看一下中間的部分 中間這裡目前是西邦拿下的一個控制拳 果然是這樣子 西邦這個控制拳 在城堡實在是非常強勢的 連這個戰船都可以對射 而且還有一點傷害 哇 這邊秀的很不錯 唉唷 秀掉一台了 剩下應該原地障礙就沒問題了 那這邊緬甸 開始大局進攻薩拉森家裡 薩拉森目前是用大洛瑪做一個反擊 但這邊大洛瑪還沒有升級到最強 是青奇病而已 反正是緬甸的大洛瑪已經直擊過來了 那這邊家裡目前已經全部都快要被打光了 但還好 生物只有剩下最後一個生物沒有脫逃過來 這裡搬家還算是搬得稍微順利一點 但是後續要怎麼防守也是個問題 感覺緬甸會對著薩拉森緊追不捨 因為這邊這個島 這個緬甸也是想把這個島也拿下來 但是薩拉森這個阻礙還是在的 所以緬甸把他的家裡都更之後 可能還要再繼續追擊 是相當無可能的 哇 這邊果然拉大洛瑪直接往下走 這邊該不會是要往右邊島走嗎 這邊往右邊島走是可以的 這邊是有這個青苔地可以走過去的 好 讓我們看一下Jordan 哇 Jordan現在遇到蒙古突擊 有點麻煩 那家裡可能要趕快按一下這個 戰毛兵喔 帝王戰毛 哎唷 剛剛在出這個毛兵喔 才可以仿下這個蒙古突擊喔 那這邊蒙古人打的也算是相當保守 沒有這麼大拉的就想要殺進去 這邊還在這個交界地帶 蓋一個城堡想來駐守這個路口 那右邊紀念碑的部分 已經被西班牙佔理了一段時間 但城堡部分在這裡喔 所以西班牙征服者也不太敢上去做一個輸出 這邊條頓的城堡也蓋了兩東西 有點稍微把中間地帶稍微 蓋了一個堅固的堡壘的概念喔 待會再點一下這個銀罐之後 可以讓這個城堡射程再更遠一點喔 更遠一點之後 中間這塊守的地方就會守得更輕鬆一點 連這個地方都可以燒到這裡喔 都沒問題啊 這個射程非常遠 好 但是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一到之後 大家都上帝王時代 巨型頭時機都已經開始開出來了 上方這邊大量疾病直接闖入了 薩拉森的家裡 薩拉森上面的TC直接村民全部被塗光 地上大堆農民直接倒在農田裡 正面的部分 直接也轉出了大洛馬 加上那些少量的努力兵想要做防守 但這邊對手的科技比較好 自己的洛馬防禦還沒點滿 攻擊也沒有 所以直接被碾壓 哇 洛馬倒出非常快速 對方緬甸人攻擊都全滿 而且是擊掠的 防禦也是滿的 防禦現在是 整個世界裡面 鼓勵值最高的一個文明阿 然後再出一個擊兵更難受 攻擊力6加5 11攻的擊兵 很難受阿 這個擊兵打村民也是超級痛 4下可以出11隻村民阿 跟這個騎士砍的傷害沒什麼兩樣了 好 那來看一下上面這個地方 這個中間這個位置是滿關鍵的 大家主要位置還是要來爭奪中間這塊領地 好 那西棒的征服者直接進來開棒 把這個大量的戰毛兵給打死之外 後面還出了一堆輕騎兵過來做一個防守加進攻動作 目前條件看起來家裡已經快沒有呼吸了 沒有東西可以能擋住西棒的征服者的一個淫威攻擊 只能靠正面中間這一塊小小的臨地 去做一個反擊了 但這塊臨地很尷尬 這邊是Jordan的門口 然後上方又是免電 右邊又是西棒的征服者 下面又是印度斯坦 然後左邊還是蒙古 哇 條盾感覺快要沒有呼吸了 這裡感覺對條盾非常的不友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薩拉森這邊 薩拉森感覺真的是有點慘 家裡已經幾乎快沒村民了 也被趕盡殺絕 家裡能打的東西幾乎四塊沒有了 準備要來搬家到下一個島了 右邊這座島的話 目前還沒有人來佔領 但是這邊條盾有與快沒有呼吸的關係 再來這邊又蓋了個TC 想要來挽回自己的一個TC的位置 那正面的部分看起來條盾沒有辦法再繼續狗下去了 這邊也死傷慘重 大量的屍體都在地上 右邊這個地方也被西方的征服者 跟大量的一個洛馬直接驗了過來 完蛋 這邊村民無處可逃 西方的征服者太無情了 哇 這些村民沒救 全套拿出來也無事與補 哎呀 倒光 大量的屍體倒在地上 好 那右邊這邊是成為了條盾的最後希望 但是右邊這裡還有薩拉森想要來一起分享這塊島的資源 緬甸對於土地的渴望還沒有停止 他再繼續掠奪薩拉森的一個家裡 哇 在這些田也要變成緬甸人的了 好 中間的部分 緬甸還在進攻條盾的一個城堡 現在的征服者還在出 還有點這個征兵技術 然後左邊這個地方蒙武跟印度斯坦 這邊展開一場大戰 非常大量駱駝跟蒙武 普及 在做一個周旋動作 但是印度斯坦沒有想要直接硬上的意思 好 這邊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邊展毛兵過來 帝王展毛就是強 42滴 投資車一發砸血海不一定會死 這個帝王展毛血量就是多 42滴血 攻擊力又高 遠防野高 遠防9 攻擊力8 強無色這個帝王展毛只有一滴血 非常難受 而且血量比一般戰毛兵還要多 所以帝王戰毛是打強盧最佳首選 好 印度斯坦這邊大量的洛馬直接鑽到了蒙古領地 在蒙古看到這麼大量的馬直接從自己領地 當然也不會就此罷休 但這邊有一些 蒙古土地居然在發呆 哇 這邊子力射錯啊 這邊按到停止射擊鍵啊 這邊大量的蒙古土地直接原地發呆 被對方的一個大洛馬直接原地砍倒 後方只有少量蒙古土地在輸出 哇 微尷尬 這裡沒有空齁 雷傷 但是這邊還是最後用這個大洛馬包起來 射光了 那印度斯坦的一個主力漸漸沒有了 目前印度斯坦都是用這個大洛馬在攻擊的 沒有黃金屬實很難受 這塊倒的黃金真的是有點少 下方的黃金也只剩一點點了 這塊金也要挖完了 那感覺印度斯坦可能是要存點黃金之類的嗎 那黃金其實也沒花光了 還有一千五百多黃金 好 那Jodan這邊也慢慢出關了 這邊緬甸還出了大象 哇靠 緬甸大象也很好用的 這個緬甸大象 防護率很高啊 3加5啊 遠防8的大象 有夠坦 哇 這還是精銳的 精銳大象不好解決 好 那沙拉生這邊 從右邊狗下來了 開始又慢慢從 城堡時代慢慢發展的感覺 那條盾這邊也是喔 條盾也慢慢在蓋出 剩下的TC 結果上面這個TC也被處理掉了 條盾的屍體到處都是 那西班牙這邊也是蓋的TC 想在這邊挖金礦的動作 但這邊最後一個TC 條盾能活下來嗎 好 結果 緬甸直接大局進攻 西班牙的領地 原來發現蒙古打不下來 那我就打我右邊的家裡 先把左右兩邊一國先解決掉 但是左邊太難解決 先解決右邊 那正面部分還蓋了一些火砲塔 好 起碼想要來繼續 爭取這個 世界習慣的一個使用權 好 那這邊一個大戰 哇 大量的兵直接原地倒地 非常大的火砲 加上自己緬甸的疾兵傷害 疾兵攻擊6加7 哇 這多好攻啊 13攻的疾兵 好 那 越南沒有三攻的關係 疾兵最多就是6加2 好 這邊大樓馬中 一邊玩全體 7加4 大戰也要出來了 直接出關 但是後面飛鏢血兵 殺敵速度非常快速 後面還有火炮再輸出 後面帝王戰毛也是直接被擊垮 吃到兩台火炮傷害也是要原地倒地的 後面有更多大戰兵人過來 Jordan沒法出關 用電王戰毛加疾兵的一個聯合作戰方式 所以我並沒有那麼明顯 那下面還有一些蒙古土技 要來做一個爭奪動作 現在全世界開打起來了 真正的世界大戰已經觸發了 中間大家都想要來爭奪下來 但是這邊還有更多時間 可以讓他們爭奪嗎 上面緬甸已經慢慢擊垮了 Jordan的一個軍隊 這邊有更多的軍隊想要過來 等火炮輸出非常地給力 正面大量的一個蒙古土技直接電了過來 西班牙征服者想用抖動防守去吸引電池的傷害 但這邊有兩個火炮塔還在無情輸出 那這邊看一下能不能再搶回來呢 大量的蒙古軍隊直接到中間 把世界奇觀給搶下來 西班牙征服者 能走住嗎 要被搶下來了嗎 這裡還是世界奇觀 喔 轉換了 好 那剩下46年喔 我看到了 蒙古只要再撐著46年 就可以拿到遊戲的勝利了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蒙古能不能拿到最後的勝利了 好 那看起來蒙古很有機會喔 目前軍事來說他也是蠻強的 後期的話蒙古土技是不好解決的一個單位 好 那上面緬甸跟Jordan依舊在打 因為緬甸想要來搶世界習慣的話 勢必可能會經過Jordan家裡喔 所以這邊Jordan 跟緬甸也是 不情開打 一人不合就打起來了 好 但這邊地王戰寶用垃圾兵的一個優勢喔 雖然你的兵很強 但是需要黃金 但是我的兵不用黃金喔 用這個奇兵加上帝王戰寶 直接慢慢的把這個戰線推了回去 好 那下方這個地方 蒙古土技依舊守在中間的位置 非常多的單位 地上都是大量的屍體 戰場就是如此的殘酷 兩個火炮台也是硬生生被拔掉了 下方有個城堡 但是只有46年時間 蒙古應該是有機會拿下了 這邊拆一下劇情投資機 好 緬甸這邊的火炮數量越來越多 現在有點讓他們自己在原地開火的感覺 這邊稍微空下要來打後方的 大量的單位了嗎 哇 損失殘重 這邊金王戰寶直接上前硬點 火炮 回頭炮一下 炮菊 炮菊 ミスミスミス 都沒打到 好 目前蒙古已經把所有的集結點 都設在世界習慣位置 只要中間單位沒有全部被打倒的話 然後他就可以繼續持有世界習慣的一個倒數 那目前究竟已經就沒有出來 永遠只被緬甸鎖在家裡 緬甸這邊好像跟究竟打到有點不意樂乎的感覺 他好像也沒有想要去拿世界習慣了 哇 蒙古好像賺到了 這邊大量的一個大象加上級兵還有肉馬 所有的進戰單位直接淹了上來 這邊究竟有點難打 這邊出帝王戰寶也不是 出級兵也不是 出什麼都有點難打 怎麼辦呢 還是要出一點橫甲弓箭手呢 橫甲弓箭手的話攻擊力3很高 遠防也很高 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需要一個主力部隊 去做輸出比較好 那中間的話 大量的蒙古突擊也是被打倒 下方蒙古直接跟西班牙開打 這邊也是有大量的肉馬屍體 這個城堡好像也要被拿下來 感覺蒙古聖券在握 剛剛沒有問題喔 這個世界習慣倒數應該也不到 剩下10年左右了吧 46年到現在應該也差不多了 最後一個攻擊 緬甸真的是沒有在去管世界習慣 哇 蒙古直接爽戰 這邊直接手撕掉城堡應該也沒問題 城堡也要被打爆 城堡殞落 好 那目前中間已經沒有任何敵人 可以阻止蒙古人拿下這場勝利了 緬甸跟Jordan已經打到血流成河了 地上大量的都是他們的屍體 怎麼辦呢 Jordan依舊還是想往世界習慣的地方移動 但是大象跟這個蒙古 跟這個飛鏢騎運 是沒有讓他享用過去的機會的 好 那其他的文明西班牙 感覺也是要放棄爭奪中間的位子喔 反而去找橋頓在那邊開打 是只要敲軟的吃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太強的打不過 直接來敲弱的打 好 直接蓋了起來 好 這個城堡應該也沒救 好 說你已經沒有呼吸了 那WP2也是喔 兩邊 兩個最長的文明直接倒地 那薩拉森這邊慢慢有了呼吸喔 把自己大量的駱駝 跟所有的兵開始聚到中間 想要來爭奪最後一刻 最後的一個聚集兵 薩拉森的重裝駱駝 要來登場了 好 那駱駝這邊沒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進行展開輸出 還是一個窄口 窄口呼導 這邊三個直接開扁 但是駱駝的傷害非常高 這邊要來直接硬吃掉 這邊大象跟大洛馬的血量 哇 駱駝直接硬吃大象跟這個大洛馬 直接全部吃光 但是時間來不及 蒙古拿下最後的勝利了 最後是由蒙古人 拿下這個世界習慣人的控制權 雖然全世界最後 直接到了這裡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大家出兵時間稍微慢了一點 多人最後也來了 但是有點來不及 有點可惜啊 那蒙古這裡有點算是 算剪尾刀嗎 有點算 好啦 那這場比賽算是娛樂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蠻有趣的 這一次就稍微介紹這個模式給大家認識一下 那稍微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好了 經濟來稍微看一下 哇 這個緬甸 最爽喔 這個聖物竟然撿到了9個聖物 黃金賞了800多 那目前看起來緬甸確實也是最強 但是我覺得他有點可惜 跟這個Jordan打太久了 有可能也是因為Jordan 雖然他沒有太多黃金 也是直接選手 用這些垃圾兵 也可以跟緬甸人打這麼久 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經濟狀況 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